中医脉枕 以手外饶动脉为主要部位 称为寸口枕法 搭脉时 先将中指置于饶骨筋涂处 定为关 靠近大拇指部分定为寸 关的下面定为尺 然后用手指感受 寸、关、尺三个部位的脉象 西元前七世纪的名医扁鹊 是第一个开始强调把脉的医师 在史记扁鹊苍公列传中 就记述了一个扁鹊把脉的医案 有一次扁鹊到了晋国 正碰到了晋国倾向 赵检子由于专国事 用了过度 突然昏倒 已五天不省人事了 大夫们十分害怕 急忙招扁鹊诊治 扁鹊按了脉 从房里出来 有人会随着探问病情 显得很焦急 扁鹊沉浸地对他说 病人的脉搏 照常跳动 你不必大惊小怪 不出三日 他就会康复的 果然过了两天半 赵检子就醒过来了 准确地用切脉诊病 是扁鹊的首创 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 高度赞扬说 至今天下颜迈者 有扁鹊也